Rusha Sharma 点名了三个国家 分别是瑞士、台湾和越南 他说这三个国家 其实都可以当成是发展资本主义成功的典范 所以台湾不但被世界的一流媒体看见了 现在的我们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典范呢 感谢金主妈妈、钻石妈妈 谢谢你们 支持Amy可以加入100名小赞助会员 想看深度缘就专属影片 是要加入300人的会员哦 我们也欢迎金主妈妈大力支持 不要在手机APP上加入会被抽苹果售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你知道吗 现在台湾已经变成全世界媒体追逐的焦点哦 你现在打开全世界的新闻频道啊 报纸杂志啊 每天都可以看到满满的台湾台湾台湾 身为一个台湾人 我们的心底有满满的感动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真的观察到世界变了 像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尔街日报呢 他现在只要发现台湾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他就会特别写一篇文章报道哦 举凡美国武器供应量不够了 会不会没有办法协防台湾呢 到台湾企业纷纷撤出中国呢 都会登上华尔街日报 甚至就连台湾的央行基准利率不动 华尔街日报竟然还要特别发一篇专闻报道耶 哇塞 现在台湾已经是华尔街日报的常客了呢 一个礼拜都要发好几篇呢 即将登场美国总统大选呢 华尔街日报他们探讨的话题呢 也都是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美国还能不能继续担任台湾可靠的盟友 看到这里呢 你可能会说华尔街日报 他不就是一间报社而已吗 哎不是哦 台湾现在已经变成了热门话题 这个已经是美国媒体界的共识了 另外一家台湾人很熟悉的美国媒体 纽约时报呢 他们也是超级关注台湾的 甚至可以说是超级重视台湾 我们来看看纽约时报是怎么说台湾的 在今年年初总统大选期间呢 纽约时报专文写了一篇台湾举行了一场 有可能重塑国际关系的选举 这篇文章里面就写到呢 台湾人在这场选举里面 选出的新总统将会大力的影响美中台关系的走向 进而影响到国际外交关系跟秩序 现在呢台湾对于世界而言呢 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我们再来看看纽约时报科技版面啊 他讲到AI的时候他就时不时会提到台湾 就连这几天的美国无人机产业组团访台 他们要推动台美共同发展无人机国防产业来制衡中国 那像这样的新闻也是纽约时报的重点新闻哦 不只是美国媒体啊 对于广大的世界网络商民来说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台湾的一切都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不相信的话你现在打开Google搜寻趋势 你就可以看到全世界搜寻台湾的热度每年都在上升 我们来看这张图哈 和十年前相比呢台湾的搜寻热度成长了百分之五十 哎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嘛 酸民可能会说我买台积电放十年啊 涨的都不止百分之五十啊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个成长呢看似不如预期火热 但这个是有原因的哦 因为大家对于台湾的了解越来越多了 那他就不会只搜寻台湾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张图 这张图呢是全世界网友搜寻台北的次数 和十年前相比呢搜寻台北的人呢 成长幅度超过二十六倍啊 甚至连台股指数都成为了全球网友关注的话题关键字 那当然啦台积电当然也是全球大热搜啊 从2022年开始呢台积电的搜寻热度就一路爆冲 而且有越冲越高的趋势 这很正常嘛 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稳定生产先进制成晶片的公司 台积电左右着人类科技进步 可以走多快的速度 那理所当然台积电当然会是全世界关注的大热门关键字啊 那台湾声量大涨有让全世界的朋友们更喜欢台湾吗 美国大型智库 Pew Research Center呢 他们在去年年底针对24个国家做了一份 Do you like Taiwan or not的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北美民众都喜欢台湾 远远大过于不喜欢的人 特别是英美加拿大呢 喜欢的人都比不喜欢的人多两倍以上 那在西欧的民主国家里面呢 像是瑞典 荷兰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也都是支持台湾的人多更多 那欧洲这一次接受调查的国家里面呢 唯二有两个国家呢 他是讨厌台湾或者是喜欢跟讨厌的人打平的国家呢 只有左菜色彩非常浓厚 非常挺中国的希腊 以及普丁的好朋友奥尔班所执政的匈牙利 那在亚太地区呢周边的邻居几乎都是台湾的铁杆好朋友 像是日本韩国澳洲印尼呢都是超挺台湾的那种 在日本呢甚至有82%的人都爱台湾 那韩国跟澳洲呢则分别是77%跟71% 最让人压抑的呢就是印度这个国家了 虽然我们在社群媒体上呢可以常常看见台印友好的奶茶联盟梗 那其实印度人呢他可能是因为左派思想的关系他普遍是不喜欢台湾的 那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哈 喜欢台湾跟不喜欢台湾的人比例大概是2比1 我们已经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一个被喜欢的国家 那Pew Research Center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份你挺台湾还是挺中国的一个民调哈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民调里面看到大部分的国家还是喜欢台湾 胜过于喜欢中国多很多的那比较喜欢中国国家呢 其实就是中国的非洲好朋友们 像是肯亚和奈及利亚这些国家 那还有啊台湾国际地位更进一步的好消息 当然就是荷兰的国会呢他们通过了一项动议 荷兰支持联合国2758号决议这个决议和台湾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2758号这个决议呢他是在说联合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里面唯一的合法代表 那荷兰的国会他们认定2758号决议文和台湾没有关系 那也就是说呢他们其实是承认台湾主权独立 台湾不应该被帮抖在2758号决议里面 那荷兰国会通过这项决议之后呢他们会要求荷兰政府 在欧盟里面呢去推动这个立场 那这个新闻出来中国当然是气不补啊 但是呢中国再生气都没有用 因为现实的风向已经变了 接下来的十年呢就是台湾跟台湾人抬头挺胸 昂首阔步走向世界 让世界更认识我们更喜欢我们的时代 最近有一篇文章呢叫做资本主义推行成功的地方 世界能跟瑞士台湾越南学习什么 这篇文章呢刊载在美国权威杂志外交事务上面 现在已经在全球的网络疯传了 引起了很大的回响跟关注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一个叫做Rushir Sharma的印度人 他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 他更是洛克菲勒资本管理公司的国际事务负责人 其实呢我们这个熟悉华尔街券上的记者就知道 Rushir Sharma他其实以前是Morin Stanley的一个大咖 他现在呢已经跳槽到这个洛克菲勒资本管理公司 你看到洛克菲勒这四个字你就知道厉害哈 这间公司旗下管理资金呢超过一千两百二十亿美元 那这位顶尖的国际投资人Rushir Sharma呢 他到底是看上了台湾哪一点 他才会花了这么大的心力写了这篇文章 跟全世界推广台湾的好呢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绝大部分的时候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 Rushir Sharma之所以能看到瑞士台湾越南的好呢 就是因为他生活在当代的美国 他看见了当代的美国社会 跨世代之间都陷入了一种无助的挣扎和彷徨 那在他这篇文章的开头呢 他就写到哈 现在的美国人甚至是传统认知上西方世界的人们都变得非常的消极 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他们这辈子有办法赚到比他们爸妈更多的钱 而且呢美国人现在是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政府了 甚至有高达七成的美国人呢 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制度需要大幅改变甚至是整个砍掉重链 30岁以下的美国人呢 他比起维持资本主义的美国精神 他们会更希望美国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为了要追求自己的梦想才移民到美国的Rushir Sharma呢 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非常的忧心忡忡 Rushir Sharma呢 他其实是生长在印度的塔米尔邦 他一直到大学为止呢都是在印度念书的 他深刻的知道印度体制里面的共产及左派思想 就让印度这个国家迟迟无法脱贫 所以从2002年Rushir Sharma开始工作之后呢 他就到美国去发展 那我们之前呢也曾经做过阿根廷总统米莱呢 他发誓酸总统就是为了要和社会主义战斗道体 那在那个影片里面呢 我们就曾经谈到很多社会主义对阿根廷的危害 我们很欢迎大家回去复习 我们家的米莱到底有多帅哦 那回到Rushir Sharma呢 他在他的文章里面就非常感叹的说 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好啊 这个社会还是有成功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 Rushir Sharma点名了三个国家 分别是瑞士台湾和越南 他说呢 这三个国家 其实都可以当成是发展资本主义成功的典范 所以呢 台湾不但被世界的一流媒体看见了 现在的我们呢 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典范呢 那在Sharma的眼里呢 台湾到底哪里成功呢 他说哈 第一台湾的政府保障了经济上的自由 也就是政府基本上并不会去干预经济和商业的行为 而是他会放手让台湾的企业自由发展 Sharma认为呢 台湾政府的财政几率是非常优秀 他说啊 台湾政府充分的认知到公共债务跟预算赤字是很大的风险 所以呢 台湾政府会非常注意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好好花钱 诶 我们台湾的在野党不是每天都在拼凌执任党乱花钱吗 甚至还会出手乱砍预算乱砍一通 但是呢其实根据IMF公布的2024年全球政府负债数据 台湾政府负债呢 其实只占GPD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 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下降 到了2029年台湾的负债比呢 会只剩下百分之十三点三 哇这真的是太低了 那其他国家呢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美国负债比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三 那英国法国呢 双双负债比都是破百 那日本呢更是非常的夸张 他的负债比高达GDP的百分之两百五十四 不过呢这是有特殊原因的 因为日本人特别的喜欢买日本的公债 所以BOJ才发了那么多的公债 至于大家超级关心的中国呢 目前中国负债比是百分之八十八点六 那到了2029年的时候呢 会飙高到百分之一百一十 那沙玛对于台湾的政府呢 真的是 台湾的公共支出呢 只占了GDP的两成 而且呢公务员的比例超低 每三十个劳工 才有一个人是领政府的薪水 那这些台湾的数字呢 放在西方世界都是不可思议的低 那乌薛沙玛就认为呢 像这样的小政府呢 就让台湾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半 但台湾呢让乌薛沙玛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呢 当然是台湾惊艳世界的经济发展 沙玛他就提到二战之后的亚洲三大经济奇迹 就是日本韩国和台湾 而那三个国家里面呢 沙玛认为最有意思的国家就是台湾 有别于韩国呢 他们是培养超大型的财阀 然后用大型的品牌 把他们的东西卖到全世界的路线 那台湾选择了在1980年代 复制贴上美国系骨 成立了科学园区 那结合科学园区周边大学的优质人才 和科学研究的能量 那同时呢台湾还在发展中小型的企业 让无数的中小企业 在整个全球的供应链里面 去深耕关键零组件的生产制造 那这种设立台湾版系骨 整合学校资源跟建立生态系的做法 加上有系统的招揽优秀的人才 比如说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呢 他就是一个从美国回台湾发展的代表 那像台湾的这些做法呢 就让台湾变成了沙玛口中的创业之导 那沙玛认为呢像这样的战略呢 在这几年是发挥的非常好的 这就是让台湾得以在先进晶片产业上面 超越美国和韩国的关键 那像这样的论点呢也说明哈 台湾其实不只有台积电一家公司 在台积电的背后还有一整条完整的供应链 那沙玛还说 虽然现在台积电已经是全世界的一流企业了 但是创办台积电的张忠谋 他却始终都没有成为仇富的目标 这个情况呢跟在美国有一堆人讨厌贝佐斯 一堆人讨厌马斯科 这个差别是超级的大 那其实沙玛的这篇文章呢 他写的就是一个在美国发展非常成功的高阶经理人 他怎么样看台湾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不管你对这篇文章是同意得多还是有所反对 那这篇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面的文章 他都反映了现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库 他们是如何看待台湾的 那现主持的2024年呢 其实就是一个不分湘民专家媒体 全球都在挺台湾的一个画风 挺台湾呢已经变成了全球民主国家的共识 也是最潮的一件事情 本周我们的会员影片呢 我们会讲苹果和脸书这两家公司哦 我们公司的研究员呢 已经率先拿到iPhone16玩了一个礼拜了 那我会和我们的研究员在本周会员影片里面 分享我们对iPhone16最新看法 那这支手机会怎样影响苹果公司的股价呢 还有脸书最新的AR眼镜 会怎样影响脸书的股价呢 有些人的同学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我们每周都有最精彩的商业话题分析 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开启小铅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